再跟大家下车两句 没什么正经事 猫它不是我给弄过来的 它自己过来的 你看这小眼神看着我 我都有时候不好意思 口出太尖刻的这种话 但是还是跟大家下轮两句 这回避讳的文化 新的病毒又出来了 然后按照一般规律而言 它不是用希腊字母来并名吗 对吧 然后alpha delta什么之类的 然后中间空了俩 一个是因为我的希腊字母不熟 然后它一个是nu 它应该读音叫应该是nu 应该是mu还是mu 应该是 然后另外下一个就是si 就把这俩跳起来 直接用下边一个来编号了 然后解释这件事 就是说它等于是解释成 这个叫叫什么 mu这个怕人们把这东西当做一个新病毒 然后把这个习就是说这是一个常见的性 然后就把这个跳过去了 我们不能用常见的性来命名 说起来呀 这个东西也不能算错 对不对 你想想看呢 这个 呃 我们这个毕竟对吧 你不能叫武汉病毒吗 你要叫武汉病毒或者中国病毒 其实对我来讲我也很不舒服 对吧 那你虽然是从那起源的 就包括像什么西班牙大流感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我们也都是并不喜欢 它应该有一个更科学的命名 但是呢 这件事好玩在哪呢 你说习呢 是一个这个很常见的姓氏啊 嗯 其实呢 倒也不是 习啊 这个在中国呢 不能算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姓氏 但是呢 他现在是国姓 哎 国姓 这跟当时的那个正成功 对吧 被赠 被赐予这个姓氏 他叫那个国姓爷 对吧 他姓 他虽然是我们都觉得都会把它叫正啊 姓正 但是呢 他实际上呢 他被赐予了国姓 姓朱 所以呢 这个国姓的这件事呢 就一直流传下来了 现在呢 我们的国姓呢 是习 嗯 如果就是说 呃 说这个姓氏是一个常见姓氏的话呢 那大致来讲啊 这个基本上来讲是因为 呃 我们 等等啊 都把猫放下 当今圣上有这个姓氏 然后呢 防止被污名化 所以呢 就世界卫生组织也把这个东西给他给避讳过去了 你说这事对不对呢 这事呢 也对也不对 为什么呢 说对呀 是因为呀 这个确实是 你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呢 就成为这个呃 我们这边攻击啊 就是说呃 无论是境外敌对势力 还是反贼们 攻击这个呃 还有不明真相的境外群众以及境内群众攻击我们圣上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梗 但是呢 你说呢 你说你要是说对呢 你就会觉得说本身这东西你说一个常见性是这就下几巴车了对吧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甭管你你那个阿尔法还有一辆还不错的车呢 是不是你这个我还一直想买一个那日本车你你你你风田你是不是呃著名也很著名啊 所以呀这种东西啊就你看怎么说你看怎么说呃 我确实也没想到啊这种这种避讳的文化呢也能到了这个呃境外这种传播上 可是呢这东西也好玩也不好玩 重点是好玩啊 它是你如果不说这件事 我谁能想到这个有几个人希腊字母到位如流啊 尤其是在那个呃中国中就是中国文化圈里 你希腊字母知道的人可能比这个知道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人还少很多的 对吧你像你像我也不知道 我就我也得去先去看 我才知道哦他原来这个我我最多是知道知道这阿尔法德他这这个前三个我可能知道往下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那你再往下我就都都都瞎了 所以呢这些东西那就是说避讳这件事情啊 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有两种有两种避讳我先说一下有两种避讳 第一种避讳啊哈 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一种法定程序的避讳 那现代和古代都有 古代呢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呃避讳文化很盛行的地方 你你你你比如说你的衣服的颜色呀 然后呢你的这个秀的文样啊你的这个皇帝的姓名啊甚至于在中国古代啊你父亲的名字你儿子也要避讳 这个东西是从上到下不是说只有皇家才有的啊这我必须说不是皇家才能够避讳才有这种避讳让全国什么都避讳 他实际上来讲他是在整个的文化体系当中所有东西都是避讳 对吧这种避讳的文化呢那等于就把整个的这个呃文明就这个贯穿于整个文明当中 对吧这个东西呢比如说你父亲用的这个字呃写用的这个字呃写用的这个字 你在你写文章的时候要如果你特别讲究你呢你就不能用 你知道你在那个你你要这么用了你就会那个不孝不孝啊至少是不公啊这个不行 皇家呢是这样就是您比如说吧就是说那个呃冥朝对吧冥朝呢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皇子又多皇亲国戚又多 那怎么避讳啊哎你看他用金木水火土这个排行他都是偏盘偏盘排行所以呢就是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字 音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字呢是原来没有的你比如说这个我我突然间忘了啊就是咱比如说雷 这个比如说这个到到这排名是金字边了这个雷金字边加一个雷电的雷这个字原本中国中国中国字典里是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字但是他夸几就给你搁上来了哎你就呢这个字就就出现了然后就编了编了一个那个元素周期表 这个元素周期表好多字呢都是从那个呃都是从那个明朝这个各路的这个皇子们的这个呃名字上过来的啊这个的倒是倒是省事啊 这当然开玩笑了啊那这种情况出现的这种避讳文化呢就到清朝的时候有些呢就是呃名字差不多要减笔 对啊他要减笔哎这种是一种这种是明着避讳的那还有一种按着避讳呢就是说不能说 你说出来呢这事呢就成梗了您比如说吧我们一说起来就是在现在中文网络上很多情况下就一定是呃要用代称 这也是一种避讳比如说吧一说起您只要一写习近平三个字在我们当今圣上的名讳您发这帖子您有可能就是没人能看得见 或者经过审核觉得哎呀这帖子不错对我们身上就绝对是那个有利的哎呃在在捧我们身上这马屁拍的挺好是吧这舌头舔的也够深都快到右门了哎靠放出去吧哎放出去了然后呢这帖子没法回复对没法没法进行回复 这个转发也看不见回复也看不见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很多新闻一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下边就没有任何回复了就就相当于这新闻发出去了让大家知道了你想有有什么想法没戏只要领导人的名字在里边你就回复不了 对吧他就给你把这东西都关了这个呢是按着一种避讳那所以呢我们呢我们怎么应对这东西呢就各种各样的代称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当然这很不公啊 我先给圣上抱拳作一这不合适比如说吧呃包子这出身的你们你们这帮人都特别过分人家就是去庆丰的吃个包子吗你什么包子弟呀庆丰弟呀这些东西是什么什么什么良家良家良家伙是反正二位都呃不换间的就叫全这全这都上来了那你这个暗地里的避讳呢就等于是用一种代称然后把这个杆全搁进去了对不对哎你说起来这个这你说这个呃呃 这所谓的这个呃庆丰这种事情吧庆丰这年号清洁其实还不错啊清洁其实还不错啊包子就有点过分了啊那你像那种像原来那个呃呃没有没办法没办法跟领导人开玩笑啊那就是说把那个我们我们圣上的那个形象跟那个威尼熊一等同 那天正好呢威尼熊和跳跳虎这俩就是我们圣上跟这个奥巴马他们俩一走然后呢有人配了一个威尼熊啊呃那个跳跳虎的这图一看俩这真他妈合拍简直就是那个动画片一神预测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在正常社会里你对这些东西的一种随随便便的调侃本来没事结果现在成事了成事了那怎么办呢 他就只能跟我说给大家删了所以现在呢威尼也变成了一种呃敏感词对吧原本是用这个东西来避讳哎避讳圣上的名讳然后呢这个现在呢等于是威尼也不行了呃代指的梗也不行了所以现在呀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除了在官方媒体上出现我们这个圣上的名字之外呢你在其他地方你再想自己来表达一下对圣上的崇敬之心 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您知道吧特别难根本就不太可能能表达出来那圣上那个名讳一出来你就就歇了对吧你说好听的那也不行你别人也回复不到你说岔子自然你就你号都没了对不对你用这个代称吧你圣上这个都给封了我跟你说金上啊什么的金上啊圣上啊这个呃叫什么呃威尼啊呃包子呀庆丰啊 都都都谢了我前段时间啊那个还还在微博上发过那个什么我本来就是说自己做顿包子您说这关谁鸟事了结果一看审核中您能想象吗我他妈一你说这食品这包子这玩意他比一个姓氏是不是他更更普遍吧那大江南北都吃包子呀是吧 新疆的我烤包子那都变成这样了对不对你一姓氏你一姓氏没有包子这么多的这么多这么传播这么广范围这么大对吧那你怎么就就成了一个这种避讳呢对不对所以国内啊现在就是这避讳这文化已经发挥到极致了连那个梗甚至包括梗的周边包括正常生活当中一些东西你现在你去发你庆丰庆丰包子你直接就就歇了你什么也发不出来你不用想 违婉政策法规你说妈的庆丰招时惹谁了对不对当时也不就请您吃顿包子吗对盛少人花钱了盛少人自己花的钱啊你能你你能怎么这样你看就这样这种避讳的这种方式就是现在呢也传染了传染了传染到这个传染到这个这个世卫组织命名病毒命不能不能有习不能有习但至于那个XI到底念不念习我都不知道啊这我都不知道 我就因为这东西不懂但是呢他就这么就避讳了你在写你在联想起这个嗯国内连包子这个事情都能够给都能够给那个审核一下这个呃审核一下你的文字这事吧还是挺有趣的挺有趣的啊今天纯土头没别的意思就是瞎扯两句来各位周末愉快啊谢谢